最近我家管了20多亿资金的私募跑路了 有很多的机构和高净值的个人都踩到这个雷 损失惨重 这家名叫浙江瑞丰达的私募基金 17年5月成立的 实惠人叫邱文龙 总部在上海 主要业务是私募证券投资以及Foff 策略为量化多资产 其实从表面上来看 这家私募很正规 首先在中基协有备案 有合法身份 产品也都能查得到 多达70只 而且又有托管 都是头部券商大机构 更不用说收益也很不错 他有只产品近两年的收益高达8倍 甚至在1月份还拿下了行业 同等规模产品的收益冠军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一切都只是在为他现在的跑路做铺垫而已 套路其实也不稀奇了 就是他自己先做装把股价拉起来 然后再让基金资产去接这个盘 但是他手法挺鸡贼的 首先他做装选到的那种流动性很差 监管也不要少的什么新三板的股票 这样就可以用很少的资金 很快的把股价拉高 其次他放长线钓大鱼 把股价拉起来之后不着急收割 而是把这个做装的成绩 包装成私募产品的业绩 像前面那个产品 两年8倍涨幅的业绩就这么出来了 然后再拿这种高收益的产品做案例 正儿八经的走渠道发新产品 还给出很高的佣金 别人给1% 他给4% 据说最高能给到8% 就为了募集到更多的资金 最后等到时机差不多了 再把这些私募产品通通去接盘 自己通过外围提前布局好的股票 绕过托管 完成对岛 收网跑路 这位瑞峰达可以说是新三板专业户 根据统计他的产品 至少是出现在了六只新三板的 前十大股东名单里面 这些新三板的公司 包括荷家天剑 邦科乐 卫福记 有联盛业 农匠科技 浩天储能等等 就拿荷家天剑来说好了 这家公司前十大股东里面 有六个都是瑞峰达的产品 而且全部都是新进买入的 这只股票接近一半的流通盘 都是被瑞峰达给吃下的 而荷家天剑这家公司 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股价都还只有一块多钱 瑞峰达偏偏偏选择 它涨了几十倍以后 才高位重仓买入 直接就买下了一半的流通盘 这种现象就只能用对岛接盘 才能解释了 现在据说瑞峰达的老板 都已经跑路到国外去了 这个钱还能不能追得回来 现在谁也不知道 这年头不练出个火眼睛睛 你恐怕都不知道 自己的钱是咋就突然没了的 当然了 就拿这些跑路的骗局来说好了 其实仔细看一看 还是能发现蛮多疑点的 首先这个老板的背景 媒体查证之后 发现这个老板之前是搞P2P的 这种草台班子 想靠正经本事 在A股里面赚到钱 概率不能说没有 东北经济终于要迎来曙光吗 中国海关总署联合三部委批复 同意吉林省进一步扩大内贸货物 跨境运输业务的范围 增加俄罗斯的海参崴港 作为咱们的内贸货物中转口岸 这个事的意思就是说 以后从东北卖东西卖到南方 就可以走俄罗斯的这个口岸去中转 不算是进出口 好久不见了海参崴 曾经它是咱们中华的领土 1860年被清政府割让给了沙俄 这是14亿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疤 在163年之后呢 吉林又可以重新使用海参崴了 这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一次安抚 同时也是给了大东北 实打实的红利 海参崴的重要性很大程度 是来自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一点从地图上可以直观的感受到 另外呢 龙泉里面有一句歌词也很形象 这民族的海岸线就像是一只弓 那长城就像是5000年来代射的梦 海参崴附近的海岸线就恰似是一张弓弦 这一件要是射出去 正中东京的小胸口 这个道理我们明白 当年的沙俄自然也是明白的 他们给海参崴取名为弗拉第沃斯托克 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威震东方 海参崴在被割让后一直充当着 俄远东战略的重要节点 甚至成了太平洋舰队的总部 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呢 这个军事功能挤压了它的经济功能 海参崴长期封闭 就错过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一直到2015年 它才通过了法案成为了自由港 那我们知道在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不是遭到了西方全面制裁吗 它的财政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今年一季度 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又遭遇了腰斩 财政赤字高达290亿美元 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俄罗斯 选择拥抱中国 这肯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嘛 所以说谁也没有想到 俄乌战争居然是打通了咱们黑龙江 和吉林这两个大省的出海口 或许对很多人来说 重新使用海参崴这个事 可能不算多大的事 但是东北在这个事里面得到的 可是真金白银的好处 毕竟那么大的东北 之前只有辽宁拥有自己的出海口 大连凭借着雄厚的工业基础 以及区位港口的优势 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了北方明珠 而吉林跟黑龙江呢 不光是出口不方便 内贸也要付出高昂的物流成本 商品的竞争力自然就偏弱了 一批货想要从哈尔滨卖到上海广州 需要开车上千公里 先送到大连再走水路运输 光运费就是一大笔 但是在海参崴开放之后呢 就可以就近装船了 这就大大节省了昂贵的陆地运输费用 不仅能够提高工业竞争力 更加能让东北粮仓的农产品 更便捷地消往全国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 在今年的一季度 中国GDP增速最高的不是北上广深 而是吉林省 另外呢黑龙江和辽宁的GDP增速 也分别达到了5.1%和4.7% 可以说呢东北的崛起 离不开俄罗斯远东的开放 俄罗斯不仅批准了海参崴对华开放 还批准了远东天然气管道 据说昨天科技圈的跟投资圈的都熬了个通宵 为啥呢就为了看苹果首款M2头显的发布会 什么是M2头显呢 它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滑雪镜一样 但它其实是未来的电脑 你可以用它玩游戏看电影什么的 那这款苹果的新品到底怎么样呢 看了一圈之后呢 我感觉这个口碑挺两极风化的 科技圈里大多掌声一片 但凡有些质疑声都会被圆了回去 比如你要说它续航只有两个小时 那可能就会有人说了 这是普通人通往元宇宙的第一张门票哦 两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够遨游几个来回了 如果你要说它折合人币25000块钱的价格太贵 那肯定也会有人说了 那是你的问题不是库克的问题 但再看一下投资圈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 基本上就冷静很多 在发布会之前呢 苹果公司的股价实在大涨的 但是当3499美元的定价一出来 苹果的股价立马掉头下跌 觉得太贵了 那就头衔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这个科技博主们其实讲的已经很细了 我只说三点最明显的好了 第一呢 就屏幕的大小不再会是限制了 以前咱们不管是用电视电脑还是手机 基本上屏幕的尺寸会决定我们体验的天花板 我们不太可能用手表来看电影吧 也很少会用电视来看时间吧 但这个M2头衔不一样 它可以让整个世界都成为你的屏幕 大小还可以自己调 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这样的结果就是 你的房间随时就可以变成一个私人电影院了 头衔它会自动改变空间 自动调整光线 把屏幕放大甚至超越你的房间 同理啊 那这样的体验也可以拓展到办公游戏等等的领域里面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交互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 电视用遥控器 电脑要用鼠标键盘 之前的那些头戴设备 基本上都是要用控制器来操控的 但苹果的这款头衔可以用眼睛来控制了 视线就是鼠标 两指一掐就是点击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它可以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无缝对接 同时呢 虚拟和现实是清晰可辨认的 通俗点来说就是 你摸鱼和工作之间可以随时切换了 比如你上班时间在看大片 老板走过来了 你也是可以发现得了的 在发布会之前呢 库克曾经说过 M2头衔会在未来十年取代iPhone的地位 但说实话就我自己体验过的其他的AR设备来说 头上需要带一个这么重的东西 只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还是很不舒服的 又闷又热的 所以它体验还不是很好 除非以后能够出现更好的新材料 能让头衔设备迈过这个门槛 那作为苹果的第一代M2产品 它肯定是不完美的 投资券的谨慎也是正常的 生态系统的构建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饭得一口一口的吃 布子得一步一步的卖 但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咱们中国有机会 也有能力抓住这次的机会 就像我们没有完全错过互联网时代 完美的拥抱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样 我们呢不光有苹果最重要 也最完整的产业链 还有像华为和华强北这样的主力军和游击队 拥抱创新这个事上 咱们是从来都不出 这两天指数反弹的很猛 但是我们的市场会不会就此迎来彻底的反转呢 有香港投行最近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990年到2022年期间 A股总共上市了4800多只股票 把他们在上市期间里面创造的净财富 从高到低进行了排列 结果发现 A股32年里面创造的总净财富是1.85万亿美元 而这个数字跟表现的最好的前25家公司 所创造的净财富总和是一样的 2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0.5% 也就是说剩下的99.5%的公司 累计创造的净财富是0 这些公司根本不能给市场贡献足够的股价上涨和分红 来覆盖它从市场融资抽走的资金量 这么来看的话 我们经常说到股票的长期回报的28定律不准确呀 应该是0.5与99.5定律 而美国这个比例是5比95 其他的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 分布的会更加均衡一些 你看过去我们经常会批评教育小散 说他们亏钱就是因为频繁交易追涨杀跌 可是现在我们却发现 即便尽可能的少交易长期持有 也未必挣得到钱 因为5000家上市公司里面居然只有25家是来送钱的 其他都是来提款的 更不用说咱们连续8年来 减持的资金量还要大于IPO的资金量 IPO收割完了 减持减持套现之后呢 还可以再一次次的再融资 难怪连华尔街大佬贝莱德都被歌得嗷嗷叫 说买不完根本买不完 这个市场本来就缺乏赚钱效应 却让小散背了锅 刘继鹏教授说过 A股是个投融资市场 在一次会上 他和中金的总裁有过一场争论 因为总裁认为上帝应该是上市公司 也就是融资方 但是刘教授却认为上帝应该是投资人 或许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观念上的差异 咱们现在并没有在比谁更能给投资人带来财富效应 而是在比谁更能为融资端降低门槛 而反观美股 苹果值2.7万亿美元 但是融资总额只有1.82亿美元 它的市值是融资额的1.5万倍 过去10年 苹果一共投入6200多亿美元回购股票 然后注销 微软更夸张了 市值3万亿 融资额只有0.59亿 市值是融资额的5万倍 这是硬往投资者的口袋里塞钱吗 注册制呢 它本来也是个好东西 能让更多有潜力的企业 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 踏进资本市场 实现快速的发展 但是就像管轻欧老师说的 注册制要用好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严刑俊法 二是平衡好退市和IPO 这说到根子上了呀 呜呜呜呜呜的上市了 但是造假的 不会倾家荡产 牢底坐穿 经营不好的 也不会被扫地出门 还可以继续坐地圈钱 也难怪每股4000多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420万亿人币 咱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 却只有80万亿的市值 有人说 A股是经济的情欲表 我觉得A股其实更像是 信心的情欲表 只有完善A股的各项制度 才能让投资者 普通散户炒股票是T加1 也就是当天买了 只有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 但拥有了资金信息 和投研各种优势的机构 居然可以通过融券 做空变相地实现 当天买了当天就能卖 也就是T加0 不过好在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终于快要结束了 前几天 证监会进一步的优化了融券机制 其中之一就是 转融券的申报由当日可用 调整为次日可用 之后呢 中正金融通知 将会在年后开始仿真测试 为3月18号起 正式实施的转融券 由T加0变成T加1做准备 在咱们A股 原来所有的人 包括机构在内 买了股票之后 都是只有在上涨的时候 才能获利的 后来呢 A股跟国际接轨 引入了股指期货 融资融券等等的制度 其中呢 融券就是做空也能赚钱 比如说某个股票 现在20块钱 但你不看好它 你就可以找券商 介入这个股票 按20块钱卖掉 然后呢 等这个股票跌到10块钱了 你再买回来 同样数量的股票 还给券商 这样一来 你美股不就赚了10块钱吗 但风险就是 你万一看错了 融券做空以后 股价还继续上涨 那你就会亏钱 在成熟市场 这个规则是没有问题的 做空机制的存在 使得多空资金充分博弈 反而会让股票的定价 更加合理 而且呢 做空也不是说 一定就能挣钱的 你看美股的特斯拉 之前有多少机构 都在做空它呀 可是无一例外 这些机构都亏得一塌糊涂的 但为啥这个事情 到咱们A股来了以后 大家都会觉得不太公平呢 首先啊 就是因为普通人 想要融道券 真的是太难了 因为券员少 就算有券员 证券公司也更加愿意 借给关系更好的机构 不信的话 你去券商问一问 有没有券可以融 第二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原来 咱们的融券规则 是可以T加零的 当天买来 当天就可以卖 可是其他的人 却只能T加一 那这就意味着 融券的人 不就多了一些机会了吗 打个比方啊 我上午买了个股票 结果中午出来利空 股票开始下跌了 这个时候 我只能干着急 等明天再说 但是能融券的人 却可以当天 就把股票卖掉 减少损失 那当大家都发现 这个漏洞 而且还可以T加零的话 不就有更多的人 都想去融券了吗 就会增加股票的抛压 让股价跌的更多 典型案例 就是最近的耀明康德 1月26号以来 股价累计下跌 超过30%了 而与此同时啊 这个股票的融券量 在大幅的增加 5个交易里面 增加了120万股 这个规模是之前的几倍 大家甚至发现 有的一一一一一一基金 本来得固定持有着股票 不能卖出的 但是呢 融券可以收利息 他们就把股票 借给人家去做空 这么一来呢 又无形中增加了 手里面持有的股票的抛压 虽然增加的量不大 但实际上现在 A股的信心太脆弱了呢 此外啊 如果以后转融券